以NE为主,NE10,还有NE20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款NE920 因为它带屏幕,它都是支持ATRAC MP3 一张盘里压金五六百首歌都可以 我们就来先说说NE10 NE10前后都是属于是美女合金的盖子 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电池舱 电池舱漏页后腐蚀 腐蚀完的话,它整个后边这些按键全部会腐蚀掉 所以说你要修的话,必须把这些按键全部得换掉 然后其次就是有没有影响到芯片 这是NE10,10相对来说20还是比较厚的 它的光头系统是没有问题的 出问题的几率不是特别大,但是也会出问题 这个机器光头如果坏了的话,毒盘的话就会一直往回走 就会发出咔咔的声音 咔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 这个情况的话,你直接换光头就可以 光头很便宜 让我们看一下NE20 这是我现在上次修的那台功放 因为音量电位器是属于是没就上音量电位器 音量属于是最大的状态 所以它的进步噪音会比较大 这是NE20跟NE10的对比 NE20要比10薄很多,薄了非常多 主要是板子的集成度更高了 它也是上下盖都属于是没铝合金的 它的盖要比它的还要轻 它也是爱漏液 但它漏液的话正极漏液,腐蚀正极的触点 但是它的负极一般是不会腐蚀到的 所以这个机器的存活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 它俩的光头系统是一样的 叫DX25 N120马来西亚制造的 前后是钢琴烤漆 前后是钢琴烤漆 10是只是这一面是铝合金拉丝 剩下是钢琴烤漆 后盖是铝合金的 也是马来西亚制造的 线控的话 11 53 3338 55 都是可以通用的 非常薄了 小飞饼 这是910 我们来看910 910 910这个机器的话 保护程度跟N120差不了多少 910就是带的一个屏幕 带的屏幕相对来说方便很多事情 调音色 各方面的吧 但是 910这款的话跟N120比的话差在哪 后盖是塑料的 ABS工程塑料 如果它变成铝合金的就好了 所以说它这个上盖这个脚链容易断 弹簧这容易崩开 崩开的话你只能拿胶水加固 这个中框肯定会 这会裂开或者断 这也是马来西亚制造的 它是JTRUB音乐 它的漏液也不会腐蚀到 它的正极要是漏液厉害的话 腐蚀正极 负极的话腐蚀也有 不是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屏幕不显示 有的时候是排线坏了 有的时候是排线氧化了 都有可能 这根显有点短 它带的屏幕方便了很多事情 而且它是有背光的 灯关一下 它是带背光的 白色背光 白色背光 它是带亮光的 所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屏幕的 这个白天黑夜都可以用 而且你不用掀扣 非常方便 European honored 非常好 Esper CRch 不可以吗 欸 裡面 你先来 总的来说这几款都不错 但是唯独可惜的就是个底壳 底壳如果要是用成金属的话 它中框也不会被弹簧崩裂 总之有好有坏吧 索尼后期机器大部分都是这个弹簧把这个中框 中框直接给崩坏 就比如说955还有855那些 955是铝合金的外壳上壳是铝合金的 855是塑料的 它这个这里容易崩断 要是没崩断的时候你要打最好是打开 把它加固一下用胶水加固了 否则如果崩了的话 你的中框就完蛋了 以N1为主 N110 还有N120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款N11920 因为它带屏幕 它都是支持HRK MP3 一张盘里压进五六百首歌都可以 我们来先说说N110 N110前后都是属于是煤铝合金的盖子 它唯一的一个特 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电池舱 电池舱漏叶后腐蚀 腐蚀完的话 它整个后边 后边这些按键全部会腐蚀掉 所以说你要修的话 必须把这些按键全部得换掉 然后其次就是有没有影响到芯片 这是N110 10相对来说20还是比较厚的 它的光头系统是没有问题的 出问题的几率不是特别大 但是也会出问题 这个机器光头如果坏了的话 毒盘的话就会一直往回走 就会发出咔咔的声音 咔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 这个情况的话 你直接换光头就可以 光头很便宜 让我们看一下N120 这是我现在上次修的那台功放 因为音量电位器是属于是没就上音量电位器 音量属于是最大的状态 所以它的进步噪音比较大 这是N120跟N110的对比 20要比10薄很多 薄了非常多 主要是板子的集成度更高了 它也是上下盖都属于是煤铝合金的 它的盖要比它的还要轻 它也是爱漏液 但它漏液的话 正级漏液 腐蚀正级的触点 但是它的负级一般是不会腐蚀到的 所以这个机器的存活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 它俩的光头系统是一样的 叫DX25 N120马达西 马达西亚制造的 前后是钢琴烤漆 10是 只是这一面是铝合金拉丝 剩下是钢琴烤漆 后盖是铝合金的 也是马达西亚制造的 线控的话 11 53 3338 55 都是可以通用的 非常薄了 小飞饼 这是910 我们来看910 910这个机器的话 保护程度跟N120差不了多少 910就是带的一个屏幕 带的屏幕相对来说方便很多事情 调音色 各方面的吧 但是 910这款的话跟N120比的话差在哪 后盖是塑料的 ABS工程塑料 如果它变成铝合金的就好了 所以说它这个上盖这个脚链容易断 弹簧这容易崩开 崩开的话你只能拿胶水加固 这个中框肯定会 这会裂开或者断 这也是马达西亚制造的 它是J-Truck音乐 它的漏液也不会腐蚀到 它的正极要是漏液厉害的话 腐蚀正极 负极的话腐蚀的也有 不是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屏幕不显示 有的时候是排线坏了 有的时候是排线氧化了 都有可能 这边显有点短 它带的屏幕方便了很多事情 而且它是有背光的 我灯关一下 它是带背光的 白色背光 白色背光 我们来可以调一下低音 低音设置 它是带亮光的 背光的 所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屏幕的 这个白天黑夜都可以用 这个白天黑夜都可以用 而且你不用线扣 非常方便 谢谢 我看 他才是带来 这个黑夜都可以用 我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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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这几款都不错 但是唯独可惜的就是个底壳 底壳如果要是用成金属的话 它中框也不会被弹簧崩裂 总之有好有坏吧 索尼后期机器 大部分都是这个弹簧 我们把这个中框 中框直接给崩坏 就比如说955还有855那些 955是铝合金的外壳上壳铝合金的 855是塑料的 它这个这里容易崩断 要是没崩断的时候 你要打最好是打开 把它加固一下 用胶水加固了 否则如果崩了的话 你的中框就完蛋了